对着病床上的妻子 不断声声呼唤 也把白白胖胖的女婴 放到妻子面前 希望能唤醒她 郑先生的妻子 身外眼前这个孩子 就再也没醒来过 郑先生悲痛控诉 妻子在去年九月 在妇产科诊所产子 产后子宫收缩不良 大量出血 接着转送临近大医院急救 但并发缺氧性脑病变 成了植物人 孩子才四个月大 妻子却成了植物人 郑先生质疑妇产科 在妻子大出血 诊所却没及时输血 从事发到送医 超过四十分钟 认为诊所有医疗疏失 诊所回应会配合调查 并负起责任 我们尊重郑先生的一个表述 可是当下发生状况的时候 医生已经做了紧急的处理 跟判断 并没有医疗延误的情势 进入司法程序 我们配合调查 后续会持续来追踪 并在接获民众提出的申请表之后 尽数协助召开调处会议 台中市卫生局也介入协调 预计过年后开协调会 协助后续的处理 这是郑先生和他妻子 在生产前出有甜蜜的合照 看得出来两人感情恩爱 妻子白小姐来自香港 多年前来台旅游结识丈夫 两人在台湾登记结婚 没想到发生产后 血崩成了植物人 一度因为疫情 在香港的家人 还不能来台探望 最后在医院的协助下 妻子的妈妈姐姐赶来台湾 人却再也没醒来 每个月十万元庞大的医疗费用 也让一家人难以复刻 华日宣传媒张春风台湾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